2022年12月1号 慈济与师范大学 共同签署马那海的承诺 叙利亚难民华语文办学计划 从本日开始招募志工 12号正式签约 因为就是知道了 慈济他会提供这种国际志工 然后又结合华语教学 那刚好又是我的专业 所以以后我也可能会想要再多接触 看看有没有其他更多 像这样的机会可以去帮助别人 总共招募40位办学志工 进行一个月的华语文师资培训课程 2023年3月展开线上办学 四个月后前往土耳其进行国际交流 给他们一点希望和爱 让他们知道说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人在关心着他们 谢谢你台湾 谢谢你刺激我爱你们 法南海国际学校是刺激在2015年协助成立 目前已是叙利亚难民学童在土耳其重要的学习管道 如今在加强华文增贴面对未来挑战的卵实力 2005年12月1号台北刺激医院首例器官军阵 为车祸头部外伤脑死的18岁大学生摘除器官 其中肝脏送往大林刺激医院 连夜手术历经10个半小时完成 跟着比较大一点 那再加上受诊者也是体质比较大 会有一点点就是技术上面会稍微困难一点 医循网利 尹医师坐在江湖病房的地板睡着了 抢救生命 医者也是勇者 妻娟大学生的双亲 隔年六月与上人会面重塑心境 我是真的是听了上人说 你要心安 然后他才会走得无挂碍 所以我就觉得说 后来我们大家都给予他祝福 感恩各位观众朋友 菩萨大德和师兄师姐收看 慈济世界的开播 1995年12月1号 慈济世界电视节目 在有线电视频道 力霸有联YouTube综合台 正式开播 我们这段时间 如果能靠过了 这个电视节目 我们能让所有的组织的人 每天就给他们播放 每天一小时 两年制播700多集 唯一998年元月 大爱电视的成立 奠定根基 背后是客检客难 力霸油涂晚上 然后12点他们休息了 我们的孩子用12点以后 去剪袋子 那就半夜剪累了 就倒在地上睡个10分钟 等等爬起来再剪 那个就是一股力量 早安 此经